一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 这一上午赵玄就慢慢悠悠地把书桌里书的内容都记在了脑子里 不过这一幕在其他人看来 赵玄完全就是已经自暴自欺了 赵玄翻书的速度 连书页上面的字都看不起 这不是自暴自欺是什么 洛云也更急了 认为赵玄说话不算话敷衍他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直接把书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 怒气冲冲地起身朝着食堂走去 刚走出教室门口 洛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不少人气势汹汹地朝着武班而来 洛云听到他们说的是要收拾赵玄 赵玄那废物呢 滚出来 肯迷惑落他女生 和腻歪了吧 两个踢着平头的高跟男子堵在武班门口 怒气冲冲地大吼了一声 武班的走廊里窗户外此时也围了不少人 一个个怒气冲冲地瞪着赵玄 似乎要用目光把赵玄碎十万段一般 这是发生啥事了 也有人一脸懵逼不知道怎么回事 哼 我们医中的那个人渣废物知道吗 他先是通过卑劣的手段逼迫马大班花当他女朋友 马大班花忍受不了这个废物的不思进取 提出分手 这废物 竟然骗马大班花说要跳楼 害得马大班花担心了好久 这废物苦苦哀求马大班花不成 又转移了目标 不知怎么的就迷惑了洛女神 这种只会抱女人大腿的废物 小白脸 怎么配得上洛女神 马大班花都说了 劝告洛女神远离这个人渣废物 这样的人渣废物就该单身一辈子 有人一脸气愤地开口解释道 那懵逼的人听完后 瞬间也是一脸厌恶地看向赵玄 恨不得冲进去把赵玄暴打一顿 这样的废物还敢奢望他们的女神 废物 以后你给我离洛女神远点听到没 你家也配追求洛女神 那俩平头男子走到赵玄面前 其中一人不屑地瞪着赵玄 另一边 林刚一脸冷笑地看着这一幕 林哥 您也在啊 这废物可是你们班的 洛大女神也是你们班的 您老要不要干他一顿出下戒 这时 另一个平头看到林刚顿时眼前一亮 一脸讨好的上前问道 他们兄弟俩被林刚收拾过好几次 见到林刚就腿发软 见到林刚看向赵玄的眼神 还以为林刚也想收拾赵玄就主动把这个机会让了出来 嘿 林哥 您老先来 另一人也是讨好一笑 退到了一边 林刚可是跆拳道黑带武断 他要是出手 撤废物 要躺在床上半个月下不来吧 教室外众人一脸冷笑地想到 林刚蒙蔽地眨巴了下眼睛 心中怒吼 靠你妈 哦 还想和我讨教两招 赵玄目光淡然地看向林刚 扑通 林刚身体一软 直接从椅子上掉在了地上 脸上带着僵硬的笑容 额头不停地往外冒冷汗 两招 开什么玩笑 再来一招 就足以要他命了 不肯不肯 我这点花圈修腿 哪里是赵同学的对手 不敢先瞅 不敢先瞅 林刚面色苍白地连连白手 这一幕顿时 让周围人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双眼 赵玄那废物 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想要教训我 赵玄将目光转向 那两个平头男子 哼 当然 我们兄弟俩这次来 就是为了让你这个废物 好好长下教训的 一个平头男子 不屑说道 赵同学 你之前那一掌 是用了暗镜吗 我刚刚只是气急了一下 现在感觉 五脏六腑翻江倒海一般的 剧痛 一边林刚 突然痛苦地捂着胸口 惊恐地看着赵玄文道 哼 放心 我如果要害你 会光明正大地对你出手 而不是用这种阴险的手段 哼 只是 对你微微惩戒而已 赵玄淡然一笑 那我的身体 五脏六腑被震得一位子而已 休养个两三年就好了 赵玄随口说道 瞬间林刚面色变得极其难看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三年时间 他就是一个不能动气的废物了 混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林刚愿毒地瞪着赵玄的背影 在心中怒吻 一连串吞咽吐沫的声音响起 周围众人满脸惊骇地看向赵玄 五脏六腑一位 说他们需要多大力 走廊上一些大声嘲讽赵玄的人 面色苍白地咽了口吐沫 偷偷地闭嘴往后退去 你们想要怎么教训我 这时赵玄缓缓扭头 看向两个平头男子